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帶來三則重要新聞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反腐活動家比爾·布勞德 呼籲英國議員修改法律 允許政府沒收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以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衝突 這一舉措可能解鎖高達3000億美元的資金 並作為對美國外政策變化的保險措施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中國移民在美國的困境 紐約法拉盛的中國移民在找工作和謀生方面面臨挑戰 然而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人 利用這波移民潮散布虛假信息 稱這些移民是準備襲擊美國的軍林男子 這種言論可能會鼓勵對亞裔社區的進一步騷擾和暴力 最後我們來看看一則感人的故事 喬治亞、勞里在墨西哥擊退鱷魚攻擊 救下了他的雙胞胎妹妹 並因此被查爾斯國王三世授予英勇獎章 這是國王表彰平民勇敢行為的傳統之一 喬治亞在頭部擊打鱷魚 成功救下了受重傷的妹妹梅莉莎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克里姆林公批評者和反腐活動家比爾·布勞德 敦促英國議員引入類似美國的法律 使政府能夠沒收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以支持烏克蘭的軍事努力 布勞德在2009年其律師希爾蓋·馬格尼茨基 在俄羅斯被拘留期間去世後 身為一名著名的活動家 他在英國財政委員會上表示 通過類似於華盛頓的法律 可以改變戰爭的整個性質 並幫助將負擔從納稅人轉移到 受到制裁的企業和個人身上 布勞德指出 如果西方國家沒收3000億美元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這將極大改變戰爭的局勢 並警告說普京正在壓住西方決心的減弱 他還表示這筆錢將成為美國外交政策 潛在逆轉的保險政策 特別是在唐納德·特朗普英德即將到來的 總統選舉的情況下 目前美國提供了烏克蘭一半的資金支持 布勞德還批評了歐盟僅使用這些資產的利潤 來資助對基輔的武器供應的提議 甚至是典型的歐盟糟糕的妥協 他認為如果美國和英國都通過了這樣的立法 將會對歐盟施加更大的壓力 最終迫使其做正確的事情 法案建物增加投資會暴力下降的情況下 依靠建物推動投資反囚禁經濟增長為團體模式 已經達到極限 王剛是一名36歲的中國移民 他在紐約市法拉盛街頭尋找臨時工作室的經歷 遠非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和其他共和黨人 所描繪的那樣 自從他在2月非法越過美國南部邊境以來 王剛每天都在為找到工作而努力 特朗普和其他人利用中國移民湧入邊境的現象 聲稱這些軍事年齡的中國男性 正在美國建立一支軍隊 這支預知之一說法 在保守媒體和社交平台上得到了放大 亞洲倡導組織擔心 這種言論會鼓勵對亞裔社區的進一步騷擾和暴力 王剛和其他在法拉盛的中國移民表示 他們來美國是為了逃避貧困和中國嚴格的疫情封鎖 許多移民表示 他們在美國的生活並不像想像中那樣美好 自2022年底 中國三年的疫情封鎖開始解除以來 美國邊境當局逮捕的中國國民數量急續上升 但沒有證據表明 他們試圖建立軍事力量或訓練網絡 美國情報領導人對中國政府的威脅表示嚴重關切 但沒有證據支持特朗普的說法 中國外交部也強烈反對非法移民 並逮捕了試圖離開的人員 華盛頓郵報 倫敦、喬治亞、勞里在她雙胞胎姐妹梅麗莎 被鱷魚拖入墨西哥的一條河中時 她緊緊抱住梅麗莎 並在鱷魚的兩次攻擊中擊打鱷魚的頭部 現在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授與喬治亞一枚英勇獎章 這是國王表彰平民英勇行為的傳統 喬治亞表示這次頒獎對她來說是一次銀色的光芒 使她在2012月度假時遇到的可怕經歷 得到了些許緩解 得到了些許緩解 事件發生在墨西哥埃斯孔迪多 埃斯孔迪亞爾特佩克蟹湖附近 當時導遊錯誤的告訴他們那條河流是安全的 喬治亞在獲獎公告中提到 她在鱷魚第三次攻擊時 用一隻手拖住姐姐的頭 另一隻手擊打鱷魚的鼻子 最終將姐姐拉上了附近的一艘船 美麗莎在襲擊中嚴重受傷 更在喬治亞的英勇行為下倖存了下來 這對雙胞胎姐妹計劃今年夏天 參加一次募捐游泳活動 為兩個慈善機構籌集資金 一個是提高英國創傷後應激障礙意識的機構 另一個是在墨西哥恰帕斯地區 提供援助和醫療培訓的組織 《紐約時報》報導 紅龍蝦餐廳的設備拍賣吸引了不少關注 超過50家紅龍蝦餐廳的設備 包括龍蝦水箱和工業冷凍櫃在週二被拍賣 拍賣網站上展示了冷凍櫃、炒箱、攪拌機等設備的模糊圖片 其中還有加州雷丁市紅龍蝦餐廳的 國龍蝦水箱和裝滿酒瓶的酒吧照片 拍賣定於週四結束 買家需在中午前提貨 紅龍蝦自1968年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 開設首家餐廳以來 已在美國及亞州和拉丁美州開設了眾多分店 儘管紅龍蝦仍是美國的標誌性餐廳之一 近年來一直在虧損 去年其無節制的無限量蝦促銷 導致1100萬美元的季度運營虧損 《紅龍蝦》正在考慮重組債務甚至申請破產 紅龍蝦的最大股東泰國聯合集團 宣布計劃退出其投資 趁疫情 高利率 勞動力和材料成本上漲等因素 對紅龍蝦造成了不利影響 《華盛頓郵報》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在週四前往北京 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會晤 鞏固兩國的無限制夥伴關係 此次訪問是普京自獲得第五任期以來 首次出國訪問 旨在加強中俄關係 並共同抵制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 習近平上週訪問歐洲後 並為施壓莫斯科結束烏克蘭戰爭 中俄領導人都希望 建立一個由中俄主導的多級世界秩序 以區別於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設定的規則 普京將在中國停留至週五 並訪問北京和靠近俄羅斯邊境的哈爾濱市 兩國領導人將就全球和地區事務深入交換意見 並簽署一系列雙邊文件 中俄貿易在2023年達到創紀錄的2400億美元 比2021年增長了63% 俄羅斯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國 而中國則向俄羅斯出口了大量電子產品 普京此次訪問可能還會履行去年訪問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的承諾進一步加強合潮軍事合作 環球郵報報導 加拿大非美公司Blackberry Limited的股票在週二大幅上漲 與GameStop和IMC的股票一起受到咆哮 小貓基斯吉爾 Keith Gill回歸社交媒體的影響 吉爾的帖子引發了對2021年迷因股狂潮的回憶 導致這些股票大幅上漲 吉爾分享了多個電影片段和謎音 影片段和謎音 儘管沒有提及具體公司 但視頻遊戲零售商 GameStop和全球最大的影院連鎖NC 成為零售投資者最活躍的股票 吉爾的回歸被認為對股市有趣的影響 推動了零售投資者喜愛的股票交易 與此同時 Hudby Mineral Sink報告 Deneral Sink報告第一季度利潤為1,850萬美元 以去年同期增長了80% Arteria Corp. 因其超出預期的 第一季度業績和上調的營銷指導 而上漲 Centra Gold Inc則報告第一季度收入增長35% 超出預期表現強勁 相比之下Hydro One Limited CopeGuy Drygram Holding Sink的報告業績未能達到預期 導致股價下跌 沃爾瑪、瓦瑪因裁員和要求遠程員工搬簽 而股價下跌 而加德堡後 Deepo因季度銅電銷售額下降 超出預期而股價下滑 阿里巴巴、阿里比亞本儘管第四季度收入超出預期 但利潤大幅下降導致股價下跌 南華早報報導 沙特阿拉伯的股票交易所 獲得了亞洲投資者的信心 活動量顯著增加 沙特塔達沃爾集團的首席執行官 Coleil Dalhausen在訪問香港時表示 亞洲投資者對沙特市場表現出強烈的興趣 根據塔達沃爾集團的數據 2024年第一季度 亞洲投資者佔沙特交易所主要市場 和格外國投資者提外 還活動超過17% 沙特資本市場管理局 努力提升自身的全球化程度 市場市值在過去三年中增長11% 並通過技術創新和經濟多元化的願景 與香港加強合作 華盛頓郵報報導 推特前首席執行官傑克·多西放棄了 Bluwesky這一社交媒體項目 Bluwesky原本是推特的一個分支 旨在成為一個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平臺 但多西在2023年停止使用 布魯布魯斯ky並於5月4日宣布不再擔任其董事 多西在接受風險投資家 麥克·索蘭娜的訪問時解釋 他希望Bluwesky能逃避對用戶言論的責任 但隨著Bluwesky的發展 該平臺仍需做出內容審核決策 如刪除帶有種族歧視的賬戶 多西認為依賴廣告收入的商業模式 是社交媒體公司面臨內容審查壓力的原因之一 多西目前支持另一個社交媒體系統 NASH認為它更符合它對言論自由的原始願景 然而分析師麥克·索蘭娜認為 去中心化系統也無法完全避免審查問題 Bluwesky的現行路線是正確的 Bluwesky的首席執行官J. Graebert則表示 Bluwesky目前擁有超過560萬活躍用戶 並在穩步發展 美聯社報導美中高級官員在日內瓦展開閉門會議 討論人工智能與潛力與風險 這次會議是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拜登 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與2023年底同意啟動的雙邊對話的一部分 旨在探討這一快速發展的技術 對貿易、生活方式、文化、政治、國家安全等方面的影響 美國技術專家Jason Grasper表示 這次會議可能不會產生具體結果 但能促進雙方開始對話 越是到IP武器化或濫用的風險 會議地點選在日內瓦 這座城市自稱為外交和國際機構的中心 此次會議是習近平和拜登六個月前 在舊金山會務中同意的政府間I對話的首次會議 美國政府希望在推動技術增長的同時 設置一些安全措施 而西方專家則指出 中國政府部分限制了Ii應用 因為其在軍事和監控活動中的潛在用途 美國官員表示 他們將介紹如何通過與領先公司的 自願承諾和要求對Ii產品進行安全測試 來減少技術風險 米南米多奧巴基斯坦在副總理 伊沙克·達爾桑問中國期間 計劃加速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重要項目 中巴經濟走廊CPEC 以西儘管面臨重大安全和經濟挑戰 巴基斯坦仍希望通過與中國的合作 來刺激經濟增長 然而近年來針對中國在巴基斯坦的 工人的襲擊事件頻發 對CPEC項目造成了陰影 自2015年啟動以來 啟動以來 啟動以來 CPEC旨在通過公路、鐵路和能源項目 將巴基斯坦的花達爾港與中國的喀什連接起來 然而計劃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共同主持第五次中巴外長戰略對話 討論經濟和其他合作夥伴關係 儘管CPEC的建設 已經顯著改善了巴基斯坦的能源短缺問題 但大規模的襲擊事件和巴基斯坦沉重的債務負擔 仍然是項目推進的主要障礙 半島電視台報導 賈納電影節在戰爭和醜聞的陰影下開幕 主辦方希望今年的活動能避免爭議 電影節將展映58部官方選片 包括法國導演昆丁·杜皮厄的喜劇片《第二幕》 今年的評審團由巴比導演格雷塔·葛維格領先 成員包括底巴嫩導演納丁·拉巴基 日本大師是知遇和和美國女演員 李里·格萊斯頓等 最受期待的影片是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自自製作 耗時40年的史詩項目大都市 儘管賈納電影節聲稱是非政治性的 但他經常為持政治立場的電影人提供平台 今年的電影節將繼續支持烏克蘭電影界 並展映記錄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全面戰爭的入侵 然而賈納在對待加沙戰爭問題上 可能面臨挑戰 主辦方希望避免爭議 雅虎美國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在本週四訪問中國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 這是普京自連任以來的首次國外訪問 凸顯了中俄兩國之間的密切關係 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俄羅斯在國際上基本上被孤立 但中國並未譴責這一行動 反而採取了中立態度 並繼續支持其長期夥伴 此次訪問表明了中俄兩國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和何大國之間的緊密聯繫 古今的到訪預計將進一步鞏固 兩國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 並探討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的合作與發展 這些您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 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直是6W番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在網上